借場免監督 借場免監督 學權沒人顧 學權沒人顧 台大別閃躲 還我受教權 還我受教權 從這一個禮拜一開始進行的施工 禮拜二我們就發現說 跑道因為沒有做好完整的這個防務措施 使得我們這一個在今年四月初 剛獲得這個田總認證的這樣的一個賽道 就馬上出現了兩條 長約二十公尺的一個凹痕 然後同時在昨天我們也發現 水泥地有破損的情況 師生完全不知道 師生等到來了現場場地 發現場地封閉起來了 發現體育課不能上了 校隊練習不能練了 我們才知道原來整個場地 在上課期間被中國新歌聲 被台北市文化局的協辦活動被借走了 台灣大學場地租用相關辦法之中有提到 就是借場地的順序 第一順位是體育教學活動 第二順位是體育校隊的練習 第三順位才是 體育局 是同意出界給外面的場地 那為什麼第三順位的出界場地活動 可以直接來 把這個順序變到第一位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的做法 桌圓不夠 那我還是一樣 就跟各位老師 所以主任很明顯還是沒有回答到 為什麼第三順位還是可以陪他第一順 所以以後系隊 校隊的練球 全部都是可以這樣子租借場地的嗎 此例一開 那之後所有的活動 其實是都可以這樣處理嗎 我還是會想說 因為我還是會想說 但是我還是會想說 那我還是會想說